我们三个老六静静的狗在草里,过了会我看到猪皮炎真的被狮香给吸引了过来,大喜牛十三,这姜丝来了咱们出去消灭他吧,牛十三也伸出了他的狗头,往外边看了看说道,小姜不用着急,这尘狮香能够诱惑姜丝上瘾,等他完全沉迷其中我们再出去,我点了点我的狗头,心想也是如果现在出去是很有可能吓跑猪皮, 又等了一会,在身头一看猪皮炎已经站在狮香面前,贪婪的吸食了起来,而且一脸的满足之意,我是真的想不明白为啥姜丝会喜欢这种气味,我们一出来,猪皮炎就发现了我们,不过他并没有逃跑,而是继续吸食着这狮香,牛十三得意的说道,狮香对姜丝的诱惑是巨大的,就像狗喜欢吃香一样,一旦迷上就离不开了,很容易上瘾, 现在的猪皮炎已经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了,他已经彻底被诗香给迷住了,原来刘天师给我的宝贝这么好用,竟然能让姜丝不要命了,也要继续吸食, 我就走到猪皮炎面前,将铜钱剑放到了猪皮炎的脖子上说道,猪皮炎,你明明已经投胎,为何现在又回来作乱?快点交代,不然我就一键将你的CPU砍下来,然后送你去ICU和昆昆一起参加复活赛, 谁知猪皮炎表情却眼神非常渴望的看着我,嘴里说着,小江快杀了我吧,我是被面具男控制的,我好痛苦, 你千万要小心面具男,他不仅控制了我的肉身,还控制了我的灵魂,刚一马说完,猪皮炎就突然面目猙獰起来,猛的朝我扑来,牛十三反应很是迅速,一脚就把猪皮炎劈飞了数米远, 现在的猪皮炎和刚刚的完全不同,好像是失去了神志一般,冲着我撕头,牛十三二话不说,就冲上去将陶木剑刺进了猪皮炎的音响内,音响处瞬间泛起了白烟,不动叹了, 看着领了盒饭的猪皮炎,我竟然还有一丝伤心,我问牛十三,他到底是姜丝还是猪皮炎? 牛十三说道,当然是失变的姜丝了,可能是刚才的尸香将他的魂魄暂时召唤了回来吧。 紧接着牛十三又问我,他是你的好兄弟,你打算怎么处理他? 我说,既然是失变的,那就烧掉好了。 然而牛十三却突然殷勤了起来,小江哥哥可不可以不烧掉啊? 我听到他叫我小江哥哥,瞬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,尼玛无事献殷勤,非奸吉诈啊。 我说,滚犊子大老爷们的,能不能别这么肉麻?你不会是对猪皮炎的肉身有啥想法吧? 牛十三说道,这都被你猜中了,你也是知道的,我手底下养了一群昆虫呢,他们帮我干活。 就是需要这样的有灵质的姜丝作为养料,你能不能把你的好兄弟分享给我的昆虫饱餐一顿呢? 我听到这很是震惊,我把你当朋友,你居然要使我好兄弟,猪皮炎可是和我从小长到大的,我心里很是不愿意。 不过想了想,做人嘛要有点格局的,被大火烧成灰,还不如被牛十三的昆虫给吃了呢? 于是我就同意了,牛十三健壮就放出了他的中分头背带裤的昆虫,昆虫们一下子就扑到了猪皮炎身上啃咬了起来。 我看得很是恶心,不意会的功夫就把我的好兄弟给消灭干净了。 然而就在此时不远处却传出震耳欲聋的雷电声,牛十三说道,是雷爵,想必是师父召唤的出来的。 我说,前辈正在和面具男交战,现在祠堂的危机已经解除,我们赶快去和前辈回合吧。 牛十三点点头,随后我们就来到了前辈这里,就看到天空乌云密布,上边还有一个巨大的法印高速旋转。 我们一看这么大阵仗,就先夺草丛,抠了起来。 随后一道巨雷朝着面具男劈去,谁知面具男猛的召唤出红衣煞星挡在了前面。 雷电直接击中了红衣煞星,红衣煞星身上冒起了白烟,紧接咔嚓一声,第二道闪电再次击中红衣煞星。 红衣煞星痛苦的惨叫着,身子也变得透明了起来,看起来随时都要魂飞破散一样。 面具男一看,直接将红衣煞星扔一边去了,恶狠狠地说道,废物东西,枉费我供养了,你这么长时间连雷绝都接不下来。 我猜想红衣煞星此刻心里一定骂骂咧咧,你牛逼你来接啊,让老娘接一个星号星号必等。 面具男骂完红衣煞星就对刘天师说道,刘产,你是下定决心要帮助姜狗了对吧? 原来前辈的名字叫做刘产啊,好像和面具男还认识,不过这名字听起来挺奇怪的。 刘天师说道,那是必然的,你钻研邪术,害人不前,今日除掉你已决后患。 说着一发炸雷就劈向了面具男,然而此时的面具男似乎已经完成了某种进化,并没有受到伤害,背后还多了六个黑色的球体。